大概果文修辞法第18个 象征与介遇的不同 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象征与介遇的不同的比较 来让你更了解象征是什么 同时也可以厘清介遇 这个比较少见也比较困难的修辞的选项 你想看象征的 可以去看修辞法第17 你想看辟语法的 可以去看修辞法的第一个 他有介绍了我们常见的辟语法 现在我们希望可以帮大家厘清象征跟辟语的不一样 我们看到第一个部分是应用范围 应用范围来说 象征法可大可小 小的可以出现在句子里面 大的可以扩大到几个句子 甚至是整段整篇 而介遇法通常只局限在一个句子里面 象征比较像是一种文章写作的手法 而介遇是属于修辞的方法之一 我们来看第二个 关于表达的明白度 象征比较含蓄 介遇他比较强调要明白 象征具有丰富的多意性和不确定性 可以因为人而有不同的象征 也可以因为人而有不同的解释 也就是一个好的文学作品 极有可能我们看完之后 每个人觉得里面的象征跟对自己的触动会产生不一样的解读跟意思 白话一点 也就是象征不适合考试 象征不适合用来做单一答案的考试 除非这篇文章的象征非常的明显 而且大家要有共识 如果是比较明显而且是有共识 这样的考题通常我们就比较不需要担心 只要你学会了就容易找出来 太过隐为的太过不明显的甚至是太过奇异的 这样子的考题就比较不会考 老师不太会搬砖头砸自己的脚 来看一下介域 这个域题是大陆的说法 这里应该要讲域一 台湾的说法是域一 这个你有兴趣的你可以去看转化跟辟域的不一样 辟域跟转化到底哪里不同呢 影片的比较后段有说到了大陆的用法 它受到了预体跟本体之间相似点 意义会比较浅显狭窄和固定 我找了一个A向B 试图用B来说明A 这时候A和B之间会有很多点 其中可能这两点相同 它会受到这样的限制 例如说我说出生的太阳 朝阳刚从地平线跳出来 很像一团烙铁 很像一团烙铁浆 说这两者都是黄金黄的 而且感觉起来是充满热度的 这个共通点来做辟域 但象征通常就更复杂一点 所以辟域法容易受到限制 而象征可以在比较长的段落 比较多的句子里面 去做出不同的延伸 或者是安排 辨别的难易度呢 象征比较难认 比喻比较容易知道 象征的象征体 不是简单的代替象征意 而是透过对象征体的详细描述 或具体阐释来进行一连串的暗示 所以很难一眼就认出来 必须经过一番咀嚼回味 才能领悟 但也没办法完全 不同的人领悟或解释 就会不太一样 介域法呢 比喻通常会出现本体和御医 两者之间有相似点 容易看一眼就知道 即使比喻中介域这种手法 本体没有出现 批语法应该是A向B 但在介域的时候 预体跟预词都会被省略 我们只会看到最后的E介物 糟糕 这个地方我也没有改过来 这里应该是预1 这个B 但是它的预1主要是来阐释和说明本体 所以读者一看到预1 还是很容易就可以知道 它代替的本体是什么 下面有两个例子 请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怎么判断呢 这是林布的三元小梅 众芳瑶落独宣言 在所有的花 瑶瑶是凋谢后 占尽风情向小圆 这个时候只有他一个人 在这个艰险的环境下 在寒冷的环境下 只有他一个人 坚韧不拔 输引横斜 水清浅 在干净的水旁边 洁净的水 暗香浮动 暗是不明显 也就象征的不张扬 有才华 但不会张扬 暗香浮动 这个句子写得非常棒 在傍晚的时候 雪是白色的 梅花也是白色的 梅花的 这个浮动 写的是梅花的香味 暗暗的远送 它象征的就是君子的德性 在不张扬的情况下 暗暗的远播 所以写的是品格高洁 不屈不挠的一个读书人 一个君子 那来看下面这个 《论语子函篇》里面的 遂寒然后之 松伯之后雕也 这个后呢是不 它这里拿松伯来比喻君子 拿后雕来指 不改节操 遂寒是世道显恶 在一年最寒冷的时候 比喻世道显恶的时候 松伯不雕 君子不改节操 这是省略了 欲体跟欲词 直接只使用欲一 这很明确 我们一眼就可以认出来 而且它要强调的 只有一种 就是君子欲乱世而不改其节操 这个 它的欲体应该这样 如果你有兴趣啊 可以更直接的去看 辟欲的那一个修辞法的影片 好吗 它的欲体应该是 君子再乱世 不改其节操 它的欲词呢 是像 欲一呢 在这边 欲一 欲一是松伯后雕于碎寒 这是借欲 非常明显 希望今天的 这一个影片 有帮助到你去分清楚 象征和借欲 它比较不同的地方 但要完全理解 需要透过很多的辩证 甚至有一些 比较模糊的地方 它可能是 借在借欲法 而完整逐渐在 往象征的路上走 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哦 当它是一个 很完整的借欲 或者是在文章里面 做得恰到好处的时候 好几个借欲 加在一起 慢慢的在形成 象征意的时候 这到底是借欲 还是象征呢 我们也不一定可以 完全的分判出来 这就是文学 好玩的地方 如果你就考试 我们会担心 我们做不出来 可是如果是 真正的一个好老师 他不会出这里 好的老师 他不会出这种 磨能的地方 来为难你 你不要担心 这是好玩的地方 放轻松一点 我们下一部影片 会来说明 借贷法 之后会再说明 借贷跟借欲 到底差在哪边 当你看到 借贷跟借欲的时候 我们说的这一个 正在行径中的 这个现象 你就会更清楚 怎么样从借欲 缓缓的往象征走 今天先说到这里咯 晚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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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